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直接按下键盘上的V键 如果你的输入法是中文状态呢 可能会没有响应 那我们的输入法呢 应该切换到英文状态 这个时候啊 可以按下V键 来直接切换到移动工具 移动工具 它的作用啊 就是负责移动 啊 这这 这等于没说 呃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图层的概念 那么讲移动工具的时候 是和图层有很大关联的 我们呢 先学习利用移动工具 把多个文件的图层 拽到一个文件里来 现在我的文档 是以这样的形式排列的 那我们平常可能见到的是这样 把它合并到此处 啊 这样一个文档 一个标签 一个标签的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文件啊 每一个文件里面 都有两个图层 一个是 豆包这个图层 啊 再一个呢 是它的一个灰底 这个图层 啊 每个文件都有 我们可以先把这五个文件的豆包呢 整合到一个文件上 全都拽到一起 再来详细的介绍移动工具 比如现在这个文件5 我选择5这个图层 也就是豆包这个图层 然后用鼠标拖拽 把它拽到文件1的标签上 这个时候啊 我没有松手的时候啊 文件1这个标签被激活了 激活之后 把这个5拽过来 这个时候鼠标呢 会出现一个小加号 松手 那么文件5的豆包 就被拽到文件1里面来了 拽完之后 文件5里面还有没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 这就说明啊 这个动作呢 是把一个图层 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上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来拽文件3 把3这个豆包呢 也拽过来 啊 还有文件2 文件4 那4呢 没有选择这个豆包图层 我们需要把豆包这个图层选择上 啊 也拽到文件1来 那拽过来之后 我们发现 它的位置是鼠标 拽到哪 它就放到哪 那如果我们想把5个豆包 放在它的原来的原位上 这样该怎么办呢 拖动它到01 在松手的同时啊 先按住shift键 哎 这个时候我们按住shift键不松 然后呢 再松鼠标 文件5的豆包 被拽到文件1的同时呢 还在文件5的原来的位置上 我们看一下文件5 它在这个位置 那文件1呢 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但是呢 做到这一点 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两个文件呢 要一般的大小 这是它的一个前提 同样其他的文件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 完成这个拖拽 这样呢 5个文件的5个豆包 就会在原来的位置上 合并到一个文件里来了 移动工具 就可以对当前图层的对象 进行移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选择的是 图层4 那么我们可以对图层4的对象 进行移动的操作 就像这样 那我们换一个图层 比如说图层2 这个时候呢 再来移动的话呢 就是移动的图层2 这个很简单 也很好理解 那当我们点选 自动选择这个复选框 把它勾选上 这样可以自动来选择 我们要移动的对象图层 它是自动选的 不用我们每次都要 先选图层了 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来使用自动选择 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临时需要自动选择的时候 可以按住Ctrl键 比如现在自动选择是取消状态 那么我们只要按住Ctrl键 来点击画面上的对象 这个时候呢 这里图层2就被选择了 我们点击下面这个 图层1 图层3 图层5 这个时候我是按着Ctrl键的 也就是说 在移动攻击状态下 按着Ctrl键就可以方便的切换到 自动选择这个状态 那么松开Ctrl键呢 就会变成了原来的普通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别的 它都是针对图层5了 不会再自动切换了 按下Ctrl键 可以变成自动选择 我们可以把知识扩展一下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好奇心呢 去探索 我们可以组合一下 Alt键来试一试 看看Alt键有什么用 到我们按住Alt键的时候 我们任意的拖动一下 对象被复制了一份 原来Alt在这里 是起的快速复制的功能 我相信有的学员 现在已经开始动手势了 那就是按着Shift键 大家肯定也想到了 那按住Shift键 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此时的移动 它就只能沿着水平 或者垂直 或者呢45度角进行移动 那在这里呢 教给了大家一些组合快捷键 来移动的方法 那说到快捷键 我们还有必要知道啊 控制图像图层的移动 我们还可以通过四个方向键 来调节 就是我们键盘上的上下左右方向键 左边左键头 右边右键头 那这个功能啊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微调 键盘微调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 它呀 哎呀 实在太微了 移动的太慢了 有没有方法 把它移动的更快一些呢 哎 有的 我们可以啊 按住Shift键 在按住Shift键的同时 再来进行键盘微调 大家会发现 这样移动比刚才要快多了 那Shift呢 又是起到了一个扩大键盘增量的作用 那我们在移动的同时 也可以来结合out键 比如我现在按住out键 再来用键盘向上的这个键头 往上走 有什么变化呢 可能太细微了 大家看不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里 在图层列表上 图层1的上方呢 出现了一个图层1的副本 我们刚才讲过了啊 按着out键移动是复制 那么按着out键 用键盘来移动的时候 也可以来实现复制 好 再来看下一个选项 下一个选项 叫做显示变换空间 选中这个复选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当前图层4 它的这个图层对象上 出现了一个变换空间 有个方框 然后上面有八个空点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空点 把鼠标放在空点上 或者是控制线上 都可以来进行对象的变换 比如说把它撑大 或者旋转 当鼠标放在这个空点之外 变成个弯曲箭头的时候 它就可以来进行图像的旋转 便于我们对图像进行变换的操作 那如果我们右击呢 这里还有一些变换的形式 供我们选择 在这里呢 我们先不讲 后面我们会讲到编辑 在编辑变换功能的时候 再来详细介绍 如何来进行更多的变换操作 在这里啊 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移动工具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关于更多移动的操作呢 那大家呢 要亲手的实践一下 来发掘更多的啊 自己意想不到的功能 然后培养一个良好的做图习惯 好 咱们这一节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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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